哇以前澳洲多麼輕忠啊 經過了這一戰 這一次澳洲能夠挺得下去嗎 我就跟你講 這次澳洲再挺不下去的話 他以後的國格 包括所有的經濟 全部都掌握在中國的手上 你看這次趙立堅PO的這張照片 就是澳洲軍人拿了一把刀 幫一個小孩子刺喉割喉這樣 這個根本就是假新聞假的話 對不對 澳洲當然是需要他能夠道歉 這個是假的東西 其實對澳洲的那個國家的 那個形象影響多大 而且你外交部發言人丟人 那要用假照片 那你怎麼可以弄這種假的新聞 假的畫面對不對 所以要求他道歉 這個如果不澄清的話不行 對不對 那可是趙立堅更加故意 你知道他除了這個之外 他把這個推特推文還把它置頂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現在只要推特弄了一堆 對對中國對那個什麼 不利的消息的話 就變成要封鎖啊 說是假新聞 對這一條新聞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推特都還沒有把它處理掉 對啊這種假新聞 為什麼不處理 而且更誇張 這個插畫家這個叫烏合麒麟的 就是畫這張圖 他竟然又PO一個星座有沒有 他告訴你說 你看這個小孩子被殺了 所有的媒體都在拍他 這是嗜血的澳洲啊 所以這個接二連三 一直在侮辱這個澳洲的國家 對 所以當然澳洲也不甘示弱 對不對 這個民眾都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鬼扯蛋 對 所以你看澳洲的每日電訊報 有沒有他們頭版頭條 就故意弄了這一張 這張照片也是中國的痛啊 對不對 中國有史以來被認為 沒有人權的問題 最大的就是因為六四天安門嘛 對 當初就是這個男子有沒有 站在一個坦克車前面 有沒有 沒關係 讓你抓啊 我就不怕那個坦克 大家都還記得那個畫面嘛 那個戰車要轉向有沒有 他就趕快跑到那個戰車的前面 跑到戰車前面 我就是要擋住你 你把我輾過去啊 對不對 後來不知道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有被輾過去 不過六四天安門 確實是中國筷子手 而且這個畫智商照片震驚全世界 殺了天安門 很多的學生跟抗議的民眾 對不對 所以他還下面還告訴你 PSO 這是重點 對不對 照片是真的 有沒有 他告訴你 所以跟你講說 這兩國之間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的話 我看是能不能回去吧 我看是很難了嘛 對不對 至少民間的一些氣氛 是很難去米平的 那全世界大家都看得出來說 你澳洲今天被人家這樣修理 我們不挺你那怎麼辦 我昨天講過說 有一個那個泰晤士報的那個專欄作家 他告訴你說 每個全球每個人要喝紅酒的 對不對 每個禮拜就喝一瓶 買一瓶澳洲紅酒 那現在接下來十九國的議員的發起 要買澳洲的葡萄酒對不對 不能夠向強權低頭嘛 一定的 而且澳洲現在很多那個生產那個 紅酒葡萄酒的酒莊也告訴你說 接下來我們不賣了 對不對 有骨氣 硬起來嘛 他們民間都是這樣認為嘛 對不對 可是說實在話 他不賣了 那我們先看看好了 你看澳洲他們就覺得說 他怎樣去打壓澳洲人 把你的煤礦船六十多艘就放在海上 對不對 你爆關單送出去之後就不讓你進關啊 你就要準 站在那邊要怎樣 我進退兩難啊 不能動嘛對不對 那個活龍蝦也是啊你看 三百多萬美金的活龍蝦 我就整天給你吸在那裡 對不對 我不吃啊對不對 那個更誇張的 剛才講到葡萄酒對不對 可兩百一十二百分之兩百一十二的關稅 那開玩笑嘛 這個賣一瓶虧一瓶啊 我為什麼還要賣利啊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看 他們就開始又在叫囂了 他在講說 環球時報這個胡叼盤就在講啊 他竟然笑澳洲說 你現在連紫老虎都說不上啊 只變成是紫貓式的狂妄啊 我說真的 肖敗不落屁的久了 你要怎麼說那有的沒有的 那澳洲他們也呼籲說 你看政府要覺醒嘛 極少切斷對中國的依賴對不對 那可是看起來那個澳洲總理莫里森 他昨天講話很很硬有沒有 對很堅持對不對 可是今天好像有點放軟 他告訴你說這個漫畫事件 這個插圖這個事件有沒有 哎別再放大漫畫事件 他覺得說這個事情的話 你把它放大之後 對澳洲不一定有利 為什麼說實在話 其實中國這次打澳洲 我也只能講說 他是有經過算計的 而且經過非常清楚的算計 你看 他告訴你說這一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中國佔澳洲的總體貿易額 澳洲他出產到那邊是佔整個澳洲的總體貿易是35% 那中國對於澳洲 澳洲對中國來講的話 對他的外貿總額也才4%而已啊 所以這相交比較之下的話 你澳洲是把所有的生產外銷的東西 全部都請銷到賣到澳洲去嘛 對那你周遲在中國才4%而已 這樣我的外貿才4%而已 我頂多4%不要 因為請你跟那個共產極權國家的話 你跟他談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老百姓沒有煤炭過冬的話 沒關係 凍死幾個人也沒算什麼 禮疫之前不是有講過嗎 武安肺炎14000多個算什麼 等於沒有死嘛 14億人口一吸4000 我跟你講4000對他來說 他感覺沒什麼 所以這種共產極權國家 他根本不在乎這個東西 而且更誇張 你看他說這個施壓 這個制裁的過程之中 你澳洲的人均GDP會縮減6% 我百分之六很多 當然多 你100元減6元 而且你看個人可支配的所得 更誇張了 少了百分之十四啊 對不對 等於說你今天你的財富 每個人財富口袋裡面 有沒有 100塊就要少掉14塊 所以他對這樣來講 對中國影響是怎樣 你看0.5跟2.4啊 所以中國不在乎嘛 反正中國窮啊對不對 我差什麼 所以他不在乎啊 所以衝擊力道 他就感覺說 澳洲你要跟我玩這個 蚊子頂五角 沒什麼批評到 所以我就跟你講他很囂張 可是你知道嗎 我剛剛說為什麼澳洲 經過這麼精準的算計之後 他要選定澳洲當第一個修理的對象 他就是告訴你說 他說他其實現在對拜登上臺之後 中國大陸也不能夠了解 不能夠掌握拜登未來 對中國的態勢是怎麼樣 之前我們一直講說 川普現在一直把所有的框架 所有的那個什麼武器 什麼圍堵 全部擺明了 我擺了好多把的 好多把的那個倚天賤 跟土龍刀在這邊 看你拜登上臺之後 要不要拿起來揮而已 那中國大陸也知道說 我現在沒辦法 掌控你拜登的未來 對而且你川普設下了這麼多的道路 跟這麼多的框架之後 以後如果像前一陣子我們講的說 很多全世界的國家有沒有 對他會加入拜登的反中聯盟的話 拜登如果想起來說 哎中國太厲害哦 威脅到我的霸權地位哦 尤其在參眾兩院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佔多數的情況之下 你為了要令出總統府 令出白宮的話 你不得不跟共和黨妥協嘛 所以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可能就有有辦法說 我現在不像川普一樣 我單打獨鬥對你中國 我可能會聯合其他國家 所以中國也想到這一點 我既然沒有辦法掌控你拜登的話 那怎麼辦 我就開始先打殺 殺雞儆猴 我給你澳洲打趴 接下來就告訴你說 其他的國家要小心一點 像加拿大 日本 歐盟 英國 比人越來越多了 是金燦榮就很困擺哦 你看他說中國不僅要加入RCEP 他敢在拜登上台之前 要把東亞搞定 不過他講的 我是覺得順序搞錯了 我猜測是接下來 他對的目標應該是加拿大 接下來這是歐盟各個擊破 為什麼他不敢把東亞搞定 你知道嗎 金小胖根本都懶得理你 對不對 真的 講個談聽點 日本的話 他現在對日本好得很 日本為什麼要跟日本很好 因為美日兩個關係 現在空前美好 他今天如果要跟美國 打入跟美國的關係的話 他要打入美國 跟美國搞好關係 先把日本搞定嘛 所以他現在怎麼可能去修以日本 對他巴結日本都來不及了 對不對 所以跟你講說 今天講這些東西的話 而且你看 我一直強調說 中國這個國家 你真的不能讓他喘息的機會 你看 他接下來是向世界宣戰 他跟合拍 他五眼聯盟了 他就是為了香港問題嘛 對 現在英國也是聲援香港問題 他就是說管你是五眼 還是十眼 他全部都把你戳瞎 說得很囂張 我就跟你講一句實在 而且你看外長王毅有沒有 他也警告歐盟 現在年底跟中國完成投資協議的話 那要跟拜登強化政府關係 請先三思 你意思對不對 其實這個很明顯 這些話加起來 你把它看 你看就是告訴你說 你今天要跟中國做生意 你要賺我中國的錢 你就要聽中國的啦 照我的遊戲規則來講 可是現在聽起來好像 哇 你中國大陸這麼囂張 很多國家很快點 對不對 可是我講實在話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 還是不買你中國的賬